來吧 接下來咱也看看 男嘉賓的感情經歷 之後我又遇見了第二位妻子 她對我非常的好 剛開始還挺好 後期老讓我幹動活 什麼拔草啊 什麼產地啊 什麼這些 事裡現在沒學過咱也不會 經過了兩段感情 終於明白了自己想要的愛情 後來我受不了了 所以說我就跟她倆談了一下 最後還是離婚了 現在我放下了一切 終於重新開始了 如果你跟我在一起 我一定把你放在手心裡 其實男嘉賓曾經來過我們的節目 對於您之前的婚姻呢 我們多少有所了解 就是因為第二段婚姻 其實是你突然變了一個生活環境 特別的不適應 是吧 當時我還說您來著 是吧 您教育了一番 是嗎 好了 今天要把話收回來 真的是如果讓我去那兒 天天讓我去拔苗啊 皮包米啊 我真的也受不了 對不對 找我就好了 我能存在活 你是產地 你是出草 一天一亩地 被農也一亩地 男嘉賓 現在我想問一下 就那一階段 你有沒有跟過你的第二任妻子 發過火 生過氣 生氣是肯定的 但是發火沒必要 嗯 事兒好說好善 對不對 我這活我幹不了 我一個市民 誰什麼叫草 什麼叫苗 你別我這一拔完之後 前面還種的都白種了 怎麼沒意思了嘛 我現場那一開始不疑是嗎 草苗不認識吧 要我都插了一條龍 那不疑 也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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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慘了我 我說我也不認識 他說你不是你這事兒 我告訴你 我還幹不這事兒呢 當時政府有這個說法 就是可以在農村的地方買 山坡地啊 或者是廢棄土地 不是主要的口腔田 可以開荒 這幹 對對對自己開荒 那你買的手沒行的 那你不去得幹嗎 那個時候我們就想 我想的就顧人啊 顧人啊 顧人啊 那一時就很簡單 現在那種地不一樣啊 咱們想像以前那個 連產帶什麼的 沒那麼些螺絲 他說的意思就是 省錢 我說那六十多母的以前 那省不了錢嘛 就你幹的那玩意 那不幹什麼 就分局過個一段時間 我們看怎樣 要不行就徹底歪歪我 這一分局那男子跟女子 就受不了了 一會兒兩年半年 我再一整就永遠喝 我說這對不對 又一回這兒了 就是也是就一談 談完了之後 算了不行 那我就走了 那就沒辦法 你沒給機會嗎 一次兩次的啥的 那不是一次兩次了 那就很多次了 對 顧童我先丟著一回 顧童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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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兩人想法和生活的習慣不一樣 對 就是你們兩個人不是因為這個 幹活 幹活 作為經濟來源收入產生的矛盾 而是因為兩個人的生活方式的方法不一樣 對 就開心的那個舒服的那個點不一樣 不一樣 那還是男子的事 我認為這女兒做的對 那也不對 那你沒那能力 沒那能力幹的能活 沒那個能力幹活 幹活吧 你自己幹呗 你自己幹 實在不你不還有孩子嗎 那孩子不幹啥呀 養孩子不為啥呀 這個